而这一节目来讲解黑客入门工房 其实网络的发展以及普及呢 电子邮件网站商电子商务病毒等的这些名词呢 是扑面而来 并且呢 也越来越多的人呢 是走进了这个网络的生活 这样呢 就自然的孕育出了一套独特的这个规章管理制度 然而呢 人们在进行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呢 也慢慢的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 过渡压缩以及发展的这个极度膨胀 以及网络制度 他和这个网络自由存在的一些冲突 这时候呢 他呢就催生出了一些新的群体 黑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主要内容 本节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认识黑客 第二个呢 是进程端口以及服务之多少 第三个呢 是windows注册表 第四个呢 是常见的网络协议 第五呢 是黑客常用的一些命令 第六呢 是高手四盲菜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分别的讲解本章的内容 首先来讲解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 是来讲解 如何的进行对黑客来进行认识 黑客呢 他最初呢 是指能够把一个应用程序进行组合起来 或者说呢 来进行拆开来解决问题的这些人 现在呢 黑客他呢 会 他呢 是被定义为非法搜索 以及渗透计算机网络访问 以及非法使用数据的这些人 黑客呢 大体上呢 是分为正邪这两类 正派的黑客呢 是依靠自己自己的这些知识呢 帮助系统管理人呢 来找出系统中的一些漏洞 并且呢 再完善 而邪派的这个黑客呢 他们则是通过各种的黑客技术呢 来对系统提行攻击 入侵 或者呢 做出一些有害于网络的这些事情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的主要内容 本节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重大的黑客事件回顾 第二个呢 是黑客行为应当承担的这个法律早任 第三个呢 是黑客行为的刑事早任 第四个呢 是计算机的防黑的第一道防线 防病毒的这个软件 好 我们来分别进行讲解 首先来讲解 第一个 重大的黑客事件回顾 目前呢 黑客对这个社会的危害呢 这个危害程度呢 是非常严重的 并且呢 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 以及治安机关 他们的密切关注 现在的这个黑客呢 已经蜕变成 危害社会 以及网络正常秩序的这个对范 在国内外呢 都有这个黑客事件的发生 下面我们就来列举出一些 近些年来 发生在国内外的一些 比较典型的这个黑客事件 好 这里边呢 我们来分别来说一下 比如说呢 1983年 1983年 台湾 米特尼克 因为发现 使用一台大学里边的这个电脑呢 擅自的进入当前这个互联网的前身 阿帕网 并且呢 通过这个网呢 进入到的美国 美国的五角大楼的这个计算机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呢 是1999年 梅利沙病毒呢 是世界上300多 300多家计算机的这个电脑系统呢 遭受崩溃 并且呢 该病毒造成的这个损失呢 接近4亿美元 它呢 是首个具有全球破坏能力的这个病毒 作为该病毒的这个编写者 戴维斯密斯 在编写这个病毒的时候呢 他呢 才30岁 好 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2000年的时候呢 年仅15岁的 绰号为黑手党的黑手党男孩的这个黑客呢 在2000年2月6号到2月14号 听人节期间呢 成功的进入了包括 Yahoo Eby 以及 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网站服务器等等 他成功的阻止了这些服务器呢 向用户提供服务 好 第四个呢 是2008年的时候呢 一个全球性的黑客组织 利用这个ATM 七大程序呢 在一夜之间 从全世界49个城市的银行中呢 盗走了900万的美元 黑客们攻击的 它呢 是一种称为RBS WorldPay的这个银行系统 并且呢 在10月8号的午夜呢 利用团伙作案 从世界各个城市中呢 总计超过130台的ATM中呢 取走了 这个 取走了大约是900万的美元 好 再来说下一个 下个呢 是2009年7月7号 韩国呢 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一次攻击 韩国的总统府 国会 国庭院 以及国防部 等等这些国家机关呢 以及这个金融界 媒体 防火墙 企业网站呢 等等 都进行了一个攻击 在9号的时候呢 韩国国家情报 以及这个国民的银行网站呢 都是无法进行访问的 韩国的国会 国防部 外交 通商部 等等这些机构的这个网站呢 是一度无法进行打开 同时呢 它也是韩国遭受的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一次 黑客攻击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2010年1月12号上午7点开始呢 全球最大的这个中文速度引擎 百度 早就受到了这个黑客的攻击 长时间呢 是无法进行正常的访问 它主要表现为 跳转到一些 雅虎出错的页面的 伊朗呢 伊朗网的这个军事 军事 伊朗网 军图片等等 并且它出现了这个天外符号等等 涉及的范围呢 包括了四川 福建 江苏 吉林 北京 广东 等等 国内的绝大部分的省市 这次的攻击 这次攻击百度的这个黑客呢 嫌疑是来自于境外 利用的是DNS进入篡改的这个方式呢 来进行了一个攻击 同时呢 这也是自从百度建立以来呢 所遭受的这个持续时间最长 影响最为严重的一次黑客攻击 网民在进行访问百度的时候呢 会被指定到一个位于荷兰的IP地址 百度旗下的所有的这个子余名呢 都是无法进行访问 这是我们说的这一些有关重大的黑客事件回顾这些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是指这个黑客行为应当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 如果说黑客的行为呢 如果说黑客行为更多的是一种 是一种这个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本身呢 是不存在这个承担责任一说的 但是呢 至于说用了这些手段来 至于说使用这个手段呢 要不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呢 我们呢就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目的啊 以及造成的损害来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黑客们应当承担的这个责任 这里边呢 也是分为几条来进行讲解来进行讲解的 比如说第一条是资料的盗取 这要盗取的资料一般来说呢 都是保密的资料 根据资料的不同性质呢 承担的这个责任呢 也是不同的 比如说如果说盗取的这些呢 是被国家视为机密的资料呢 就是构成犯罪 比如说呢 国家的英语四级考试的试题呢 如果说被这个被人使用这个黑客的手段呢 来进行盗窃 那么这个黑客呢 就要被判刑 好 比如说呢 如果说是通过黑客的手段呢 盗取了一些其他单位的技术 或者是商业机密 这时候呢 就会构成 这样就会构成 侵犯商业秘密罪 如果说是一些普通的资料呢 也有可能是因为侵犯的这个商业秘密而承担一些民事的赔偿责任 而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攻击网站 造成这个网络的赌塞 不管是出于竞争的目的 还是恶于攻击 或者说呢 是出于好玩的心理的 故意造成其他网站 这个网络的赌塞 造成其他人无法进行访问的 那么他呢 都会对这个网站呢 来造成损失 同时造成 如果说是造成了损失呢 是当然要进行赔偿的 如果说是一些大型的网站 交易呢 非常繁忙 网络的赌塞呢 就可能造成的这个损失呢 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 黑客也将面临着巨额的赔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进行这个恶作剧 比如说呢 删除或更换网页 当进入别人的网站之后呢 更改网站的内容 或者说呢 将一些重要的内容呢 进行删除修改等等 大部分的网站呢 往往是作为这个公司的形象 来进行宣传的 这样一来呢 就会就会让这个公司的形象呢 大为受到影响 同时呢 也会造成相应的损失 那么呢 黑客是也是需要进行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的 另外呢 如果说网页的页面设计 以及文字内容呢 他呢 是享有这个注册权的 如果说你擅自更改 那么呢 就是说 侵犯了这个注册权 同时呢 也是要进行承担责任的 也有的黑客呢 他是喜欢将别人的这个网站的 用户名和密码呢 进行破译 然后呢 将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挂在网络上 网络的用户呢 网络网站的 他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是属于这个网站 是属于这个商业机密的 如果说将其他人的这个商业秘密 公布在网络上 当然呢 也就构成了这个 侵犯商业秘密 并且呢 将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是这个侵入网站 然后呢 告知漏洞 也就是说呢 以下人呢 他是悄然的进入了别人的网站 然后呢 又不声不声 又不声不响的走了 然后又给这个网站呢 来发送信件 并且他告知 他的这个网站呢 有哪些安全漏洞 这样呢 就会给人造成一种 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如果说要求赔上 这个精神损失呢 也是说的过去的 当然了 这个黑客的做法呢 非常多 对于他们这个行为性质呢 要根据他们的这个行为目的呢 以及来造成的这个后果呢 来进行全面的分析 这是第二点 黑客 黑客的行为呢 应当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黑客的行为 他的这个形式的责任 在我国呢 是规定了相应两种 以及两种呢 和与这个计算机相关的这个犯罪 分别呢 是侵入计算机系统罪 以及破坏计算机系统罪 当然了 还有一些 比如说呢 是破坏了计算机数据 程序罪 以及这个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 好吗 在这边呢 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比如说呢 第一个呢 是侵入计算机 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他那是指 违反了国家规定 侵入了国家的事务 国防建设 以及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 从而呢 来构成的这个犯罪 一般来说呢 是要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条规定呢 只要实施了这样的行为 就是构成了犯罪 不管说是不是造成了什么损失 即便是到此一游 也是不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这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罪 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 以及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 这个呢 这是选择罪名的时候呢 对 比如说呢 是对计算机系统呢 来进行了这个功能性的删除增加修改干扰 从而呢 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呢 不能够正常运行 这时候呢 就构成了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这个功能罪 这时候呢 是构成了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功能罪 如果说是对计算机在里边存储的这个信息处理 或者说呢 来进行传输数据呢 以及这些进入程序呢 来进行了修改删除增加 或者说呢 是这些操作呢 来构成破坏 这时候呢 就是构成了这个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 如果说是故意的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等这些破坏性的程序呢 突然来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 它呢 是构成了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 构成以上的这个构成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呢 它呢 这个需要判除的是一般来说是有期徒刑五年以下 如果说后果超为严重的可以判除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黑客的行为 它的这个形式的走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电脑的也说呢 是我们本节的第四个内容 电脑防黑的第一道防线防病毒的软件 目前呢使用的这个防病毒软件呢 非常多 它的作用呢是指查出一知名的这个病毒呢 并且来进行这个病毒的清除 目前来说呢 能够实现这些功能的这个防毒软件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并且呢大部分是永久免费的 比如说呢 有些软件 比如说360杀毒啊 金仙杀毒啊 这个卡巴斯基 瑞星 诺顿 阿博斯特 当然了还有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有金仙毒霸等等这些杀毒软件呢 都可以来进行完成的 这时候呢 只要我们对的 只要我们到这个杀毒软件的官方网站上 来进行下载 然后呢 就可以将它们安装在我们计算机中 从来呢来完成 保护计算机的安全 当然了 有些杀毒软件呢 它是 比如说 它是部分收费的 也就是说呢 部分功能呢 是免费的 而有些特殊的功能呢 是需要这个付费用户才能够使用的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的来选择 到底使用哪款杀毒软件 好 在这里边呢 比如说呢我们就以320杀毒软件呢 为为例来进行介绍一下 好 我们在这边呢 是打开320杀毒软件 我们看到 这个这里边呢 我们是使用了这个4.0的版本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 它在界面中呢 是非常的简洁 比如说呢 在这边呢 有这个快速扫描 材盘扫描 以及自定义扫描等等 我们在这边呢 就可以对于我们系统呢 来进行具体的扫描 并且呢 也可以对系统呢 来进行防护的设置 比如说呢 适时防护 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的这个防护级别 比如说呢 设置为中等防护 低级防护 或者呢 高级防护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当前网络的这个危险程度呢 来设置不同的这个防御级别 这是我们讲究的这个电脑防黑的第一个防线 这个防病毒的软件 我们呢 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下载的 并且呢 各个杀毒软件 它的这个功能啊 以及作用呢 也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当然了 有些杀毒软件呢 它是提供了一些套色的服务 在这边呢 我们就不再进行过度的讲解啊 这是我们这一节讲解的认识黑客这个内容 其中呢 我们主要来讲解了重大的黑客事件回顾 黑客行为应当承担的这些法律招任 以及刑事招任 当然了 我们最后还介绍了这个电脑防黑的第一道防线 防病毒的这个软件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讲解的这个认识黑客这个内容 本节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是